女人将手伸向镜子 一道电光闪过 胳膊竟然陷进去了 仿佛进入了一个未知未度 同伴见状也过来试了试 竟然摸到了里面的地板 随后机智的小黑 将手机打开录像放了进去 没想到里面竟是一间房子 为了一探究竟 小帅喝了口酒壮胆 然后一个住口冲了进去 他在房间的衣柜里 发现了通往外面的小门 听到前面有声音 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发现院子里的人 竟然跟自己和朋友长得一模一样 小帅连忙用手机记录下来 将里面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 可朋友们却说 他刚刚只进去了几秒钟 怎么可能看到这么多事 随后他们打开计时器 经过多次测试 大家发现 镜子后面的时空 与现实的十分小似 但是时间上却不对等 镜像世界与外界 有180倍的时间差 在里面待上几小时 现实世界只过了几分钟 更加神奇的是 不同时刻进入的是不同时空 只有两个人手牵手 一起进去时 才会看见彼此 也就是说 他们每次穿入 都是一个新的平行时空 每过一次 都像是重置了时间线 随后几人又发现 只要将镜子直立起来 就可以关闭镜像世界 有了这个发现 几人突然想到了 一个赚钱的好方法 他们在镜像世界中偷钱包 刷信用卡 开始疯狂买买买 名牌包包 钻石 手表 各种奢侈品不在话下 然后再将其运回现实世界 购物袋装满了整个房间 几个穷小子 短短几天的时间 摇身一变成了大富豪 大家都沉浸在抱负的喜悦中 殊不知 镜像世界一进开启 潜在的危险也随之而来 钱太多 花不完怎么办 只见两个男人拿出一捆炸药 学着教父的样子点燃眼线 然后将其扔向钱堆 随着一声巨响 燃烧的美金在空中化为灰烬 原来就在几年前 他们意外发现了 连接镜像世界的通告 几人利用镜像世界 搬运巨额财富 如今花钱都成了一种烦恼 随后两人又开始了下一场游戏 举起手枪朝着垃圾桶射击 这时尼尔突然发现 同一部电影 在两个世界中的主角竟然不一样 他们恍然大悟 原来镜中世界相较于主世界 不只有时间流速的差异 涉及艺术灵感的东西 也存在很大的区别 那里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平行宇宙 尼尔突然意识到 他们搬运奢侈品的财富 根本不止一提 那里与主世界文明科技上的差异 才是最大的财富 于是他开始大量收集 镜像世界中的高科技产品 回去后便发明了可以任意折叠的电路板 以及各种高科技产品 摇身一变成了发明家 电视台都为他创办专访栏目 而小美则记录下镜像世界中的各种名画 回来后在自己临摹 很快便成了名震一时的艺术家 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这天在尼尔举办的宴会上 来了一个闹事的黄毛 出言不逊诋毁他的名声 于是气不过的尼尔 便找到镜像世界中的黄毛 将他抱走了一顿 小黑极力阻拦 认为他不该拿无辜的人撒气 可现在的尼尔已经被名利冲昏头脑 别人都在搞科研搞艺术 而小帅却满脑子都是情爱 他拉着小黑到镜中世界去泡妞 小黑根本无心于此 当年他的父亲无故失踪 他只想再见父亲一面 于是便坐在客厅中 边听音乐边查资料 不料女人的前男友突然回来 他推开房门静止走上楼梯 客厅里专注的小黑根本没有察觉 直到楼上传来打斗声 小黑连忙冲上去 将小帅带回主世界 小美拿来药箱喂起猫砸 可她下半身血流不止 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几人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担心镜子的事情败露 尼尔与剩下的两人大吵了一架 可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小帅的尸体 处理过尸体的人都知道 掩埋尸体容易 但解释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才是最难的 如果有一面人接平行宇宙的镜子就简单多了 他们将小帅的尸体掩埋 然后进入镜像世界 将里面的小帅迷晕 让其代替死去的小帅在主世界里继续生活 第二天一早 醒来的小帅看着屋里的摆设有些疑惑 尼尔说他昨晚喝短片了 并告诉他已经被心仪的公司录取了 一会儿就能入职 看着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朋友 小帅有些摸不到头脑 但也并未多问 就这样他们送走了小帅 生活再次回归平静 小黑一直坚持打谈父亲的消息 终于他找到了父亲生前被关押的监狱 时隔多年 负责二人在镜像世界中重逢 小黑总算解开了心结 另一边 小美的画展虽然依旧观者如是 可他自己的画作却无人欣赏 失落的他竟在掌管中醉酒失态 多亏小黑及时赶到 并将他带回了家 随后从他兜里拿出一张照片 说自己始终都觉得小美画得很好 就算不需要剽窃 也能证明自己 随着气氛使然 两人的交谈也更进一步 殊不知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 第二天一早 小美醒来时 发现小黑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张字条 小美不相信小黑的人品 能干出这种事 他连忙到客厅询问尼尔 可他只顾着炫耀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小黑的事避而不达 然而祸不担心 镜像世界的小帅 还是发现了异常 他拿出一本童话书 他记得封面上明明是小女孩和妈妈 现在却变成了小女孩和猫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让他感到陌生 看着小帅悲痛的哭诉 小美也有些动容 回去后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尼尔 可他现在一心都在研究他的事业 对周围的事都漠不关心 这让小美有些崩溃 这天 小美在收拾屋子时 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小黑的手机 他恢复里面的数据 查到了小黑的地址 可小黑见到他的反应 就像变了一个人 与此同时 小帅悄悄回到了公寓 不料镜看到尼尔从镜子里走出来 他逼问尼尔镜子后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尼尔趁其不备想要夺枪 打到过程中 小帅不慎走火击中了尼尔的腹骨 就在他惊慌失措时 身后一道亮光闪过 竟然又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尼尔 显然他才是真正的尼尔 担心事情败露 他直接开枪杀了两人灭口 不料这一幕都被回来的小美看到 就在小美以为自己也要被灭口时 尼尔竟拿着两人的合照跟他表白 他激动地描绘着两人美好的未来 还说自己为了追求他 不惜除掉小黑那块半角石 看着几乎癫狂的尼尔 小美趁其不备躲过手枪 却怎么也扣不动扳机 原来尼尔设计的高科技手枪需要指纹识别 见情况不妙 他立即转身跑向阁楼 准备逃到镜中世界 不料却被赶来的尼尔抓住 危机时刻 小黑及时赶到 虽然他也是冒牌的 但他看到了真正的小黑 备份在电脑中的视频 他开枪打伤了尼尔胳膊 见事不好 尼尔连忙躲进镜中疗伤 小美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 一个滑铲上前把镜子摆正 不料竟将返回的尼尔 直接切成了两半 他们也收拾行李 准备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随后在经过一个加油站时 小美进去上了趟厕所 就在他洗手时 身后突然一道电光闪过 几分钟后 小美回到车上 但他神情诡异 眼神中似乎隐藏着某个秘密